中国移动的全称为China Mobile 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,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,简称中国移动,于2000年4月20日成立,是一家基于着SM、TDSCDMA和TDALTE知识网络的移动通信运营商。 2000年5月16日正式挂牌,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,全市拥有中国移动香港集团有限公司,尤其控股的中国移动有限公司,简称上市公司,在国内31个省自治区,直辖市,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全此子公司,并在香港和纽约上市。 除原有动感地带,神州行,全球通,动力100,即3万,中国移动在2013年12月18日公布,了与正方合作设计的思客品牌和,标志着中国移动思客业务的正式启动。 发展口号式,移动思客,国际主流,快人一步,2017年9月1日起,取消手机国内漫游费和长途费。 2018年3月,中国移动发布2017年财务报告,趁2017年中国移动营运收入7405亿元,增长4.5%,净利润1142.79亿元,增长5.1%。 截止2017年底,中国移动用户数达8.87亿户,其中4个用户数为6.49亿户。 2018年8月,中国移动推出会台方案,将港澳台地区内入流量不限量试用范围,取消台湾漫游费。 2018年5月25日,中央物联正式推出智能物联China Mobile Insight计划,同时发布国内首款提供SIM加连接服务的线片。 2018年5月,中移动国际公司日本子公司成立,以再加强5克交流合作。 2018年6月1日起,中国移动宣布,天津、上海、南京、杭州、广州、深圳、成都几个城市的移动用户,可以体验号双中端业务。 一号双中端业务,主要是运用了SIM技术,简单来说是将传统SIM卡直接嵌入到设备芯片上,而不是作为独立的可移除零部件加入设备中,用户无需插入实际的SIM桥。 2018年6月20日,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,以即时投资者身份,参与小米集团的香港IPO。 2018年7月6日,中国移动在河北雄安新区,宣布设立中国移动雄安产业研究院,研究院将与在北京的中国移动研究院一体化深度协同,面向智慧城市、人工智能和新一代网络技术等领域,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和开发共享的研发生态。 助力雄安新区智能城市建设,2018年8月,中国移动推出会台方案,香港澳台地区内入流量不限量适用范围,大陆手机号码在台湾的通话不再收取跨境卖流费。 中国移动的盈利能力让人叹为观止,对中国移动的舆论批判,也是如同其盈利一样增长不断,每一条有关移动的新闻下,都有一栋用户抱怨吐槽。 中国移动,你到底得罪了谁? 2018年初,中国移动被报引刑后费年收入过亿,舍有助力这下业务进入人们的视野,同样的业务定制层出不穷。 不知为何,2017年中国移动的五条建议,很少出现在基层公司,也许是为了领导的业绩。 2018年8月,相对于以往,中国移动营业厅业务的办理权限收紧,没有客户的五岛办理收费等基础业务之外的变分业务,但是以往的业务办理,完全将移动至于一个尴尬的位置。 原来的领导因绩效KPI表现注册升值加薪,但是却得罪了最核心的资源,用户,作为一家大型的通信运营商。 中国移动,有自己的担当,有自己的奋斗目标,有自己对社会的贡献,但是,基于体制之顾及往往出现只看指标,KPI而忽略市场用户之现象。 某些领导为了升职加薪眼而盗铃,一方面要求员工要服务客户,另一方面却制定大量非常态的考核任务。 任务完成了,客户不满意了,客户满意了,收入下降了。 客户投诉了,怎么办,肯定是执行者出错了。 领导不是已经多次强调,我要服务客户,又担当了吗呵呵? 难道不是执行者为了感激效而造假胡作非为吗? 客户就是这么被得罪的。 而面对母产万金的考核任务,基层员工能说不吗? 你认为呢? 现实生活中,更是出现了一些专业投诉者,以投诉为威胁、恐吓,索取非法利益。 为了好看的数据,和管理者的面子,这些明显的恶意投诉要怎么解决? 当然还是落到一线员工的头上,一线员工感受不出礼貌,敢不去低头哈腰跪求解释吗? 你认为呢? 所以,一栋得罪了客户,伤了基层一线员工的心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